游覽車司機卡在車內 滿頭鮮血 表情痛苦 穿著防護衣的消防人員 一邊注意生命真相 一邊出動 破壞器材救人 與時間搶命 這輛華航游覽車 3號凌晨12點左右 在中山高南下38.8公里处 高速墜撞一輛連結車 造成游覽車車頭嚴重潰縮 車門變形 捧肥露中 現場玻璃碎片四件 滿目窗移 被追蹤的連結車駕駛 毫無奈 因為當時他車上載著大型機具 行駛外側爬坡道 車速不快 卻突然被遊覽車 從後方高速撞上 駕車查看 這才發現 遊覽車駕駛的腳已經硬 深深被車體夾住 傷勢慘重 消防人員花了30分鐘 終於將這名51歲的 遊覽車駕駛救出 他右小腿被夾困 變形粉碎性骨折 而緊急送醫 至於確切周氏原因 警封人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侯宇翔 謝宏如 黃玉蘭 新北市報導